阿姨 公司也真是的 每次都是几个人一辆车 害得都没位子走 有些人呢 也是不懂的畏惧 前排也走 还以为自己是谁 你好 我是佟姐的助理 你好 佟姐好 我是孟孟姐的执行经纪 我叫苏妍 姐 时间也不早了 咱们先上车吧 你没长眼睛啊 这往哪儿坐 姐姐 不好意思 麻烦您能往后挪一个位置吗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你怎么才在韩国待了两年就跑回来啊 还是说在韩国混不下去了 才决定回国发展啊 我渴了 我要喝水 我渴了 我要喝水 给 孟孟姐 你说不要喝水啊 不用 喝水啊 看这儿 干什么 不吓水啊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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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进场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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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行啊 来 不行 没事 你快走吧 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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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这种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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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血了 你赶紧去处理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没事吧 屁股无头 太过分了 走吧 我们赶紧去前面接应吧 你没事吧 没事 一边 屁股超过 来 看这边 这里 Kryia 看这里 看这边 看这边 走走走 三瓶需要吗 三瓶需要吗 喂 你在发什么呢 你自己去看啊 苏妍 你当隐梦经纪人了 是执行经纪 其实隐梦这个人挺好的 在娱乐圈像他这样重情重义的可太少了 简直是稀有无种啊 哪个艺人可能会自己找到媒体 去给其他艺人澄清 申俊逸手镯的事儿 就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申俊逸被黑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不是他 你们找到的那个黑粉 只会更被人说成申俊逸故意被黑在澄清 苏妍 你可不能不够意思 如果申俊逸和隐梦复合了 要第一个告诉我 稿子我都写好了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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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抱歉抱歉 怎么 你怎么站这儿了呀 你真是怎么出现的 我在这儿了 这是怎么出现的 不能出现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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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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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ela 是的 是的 刚刚尹梦被梧桐欺负了 你知道吗 就在刚刚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梦梦姐 难不成 说梧桐把酒撒到了尹梦身上 这也太幼稚了吧 梦一哥 我刚才真的是不小心 我不是故意的 梦桐 这句话你应该去跟尹梦说 而不是来跟我解释 梦桐 你最好不要太嚣张了 不要以为自己拍了两部戏 就找不着北部 再怎么说尹梦 也是你的前辈 注意你的态度和身份 如果你 只想用这种方式上位的话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你也说你还要来 尹梦 我可以 还要来 你怎么看 宁静 去 你还要来 我想回家了 还在为今晚的事情办啊 对啊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五桶八九 撒在柠檬身上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个柠檬铁定是故意的呀 真的是 柠檬姐又没有招惹她 况且今天应该是她跟柠檬姐第一次见面吧 干嘛呀这是 是 她比柠檬早进公司 一直半户不黑的 运气不太好 柠檬来了之后这种在意 她肯定心里不胜 你小心一点 别总是傻乎乎的 嗯 我明白了 放心吧 好了 那你快回家吧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余婷婷真的是 天天给我找事情 这不能放我一天假吗 苏妍 做这一行就是全天候二十四小时随时恭候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维奇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送完柠檬姐 我正准备回家呢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明天还得继续工作呢 对了 维奇姐 有什么话直说 我想知道 俊逸哥和孟孟姐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年前 俊逸那时候刚刚大火 以孟不告而别去了韩国 他们就分手了 后来他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这已经是一段过去的感情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了解 他们以前发生过什么 你真正应该去思考的 是如何将尹梦的经济工作做好 我知道了 维奇姐 我会努力的 希望你早日成为一名 优秀的经济人 走吧 富达 娱乐 这段时间一来 你一直在逃避我 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你的答案 我以为 我哥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我不信啊 苏颜 你说的一切都是借口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太了解你了 你是不会说谎的 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了 都不可能 你不要再逃避了好吗 你告诉我 说啊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让开 我要回家 苏妍 你心里是不是有别人 你告诉我 这人是不是申君意 是不是他 你说啊 是不是申君意 你告诉我苏妍 是不是申君意 对 没错 我就是喜欢申君意 怎么了 对 没错 我就是这样 如果我要给我 而也就是自己 我一直以为他 这回来 我不是为我也 ход一样 不的 我只带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猴子啊 不说我喜欢深圳艺 被他听到了 那 然后呢 哎呀 你也知道的 他是谁啊 我是谁啊 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可是我发现他居然比他 难道 难道你们 哎呀 不信了 他是 他好像 爷爷爷 现在爱情已经冲昏了你的大脑 让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你还记不记得 深圳艺给你画的那幅画 那个时候他一定就对你有意思了 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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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走开 那我说 你这是不是磨成了呀 这娱乐圈里的明星大腕那么多 你怎么就偏偏死磕这 申俊逸和尹梦呢 那个 我这不是看你光复出 没啥收获嘛 替你心结 你说 这当年的申俊逸和尹梦 是多么相爱啊 这我可是亲眼目睹的 所以 我一定要搞清楚 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哎 真是疯了 可怜的山俊逸和尹梦啊 哎 把饭吃了吧 维吉姐 找我有什么事啊 状态不错啊 有什么喜事 没有啊 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吧 好 苏妍 我希望你通过各种渠道 来增加尹梦的曝光度 我知道的 可是维吉姐 苏妍 你迟早有一天要自己独当一面 不要这么没有自信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做执行吗 没有资源就去拓展资源 早点把方案给我 嗯 我知道了 维K姐 这次的真人秀 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把你最好的状态都展示给观众 达子 你可一定要抓住这个 可以提升名气的好机会 那些事你先放一放 咱们就全当出去散散心 什么 好 哥 你放心吧 数心数重 我心里明白 这就对了吧 主编 谢谢您今天给我行了这个方便 我一定会记住您对我的照顾的 美女啊 我们杂志方面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是必须性感 而不是风骚 好吧 主编 我拍内衣内夜可以吗 呃 这个是可以的 谢谢主编